几个数值 这个数值我让它除以4 其实就是一个时间 就是时间段的一个间隔 因为我这个是数值从0到100累加 这样子 它是4的余数是多少 就显示哪种颜色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界面 是怎么呈现在我们的 这个Activity上面的 那我们当然又要来看一下我们的Activity 看一下Activity是怎么调用它的 我们最关键的代码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叫SetContentView 对不对 那么SetContentView我们就知道 这个View是谁 就是我们刚才自定的View 我们以前都习惯在这什么R点 什么什么 这些最终它是不是传的还是一个View 对吧 所以我们就知道 实际上我们的动态的组件的设置和加载 这种方法也出来了 就我们在这动态的去定一个View的实例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传进去 这就是我们动态的这种UI的加载 那SetView的时候 第一次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肯定是一个静态的 然后我在这开了一个县城 开了一个县城 这个县城是什么样的一个县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什么呢 只要当前县城没有中断 我就每隔0.1秒 每隔0.1秒 去更新一下我们的画布 去更新一下我们的画布 在这里我用到了一个方法 叫Invalidate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法 实际上在这里它也提到了 看到没有 在我们View上面画的时候 我们有几个关键条 一个是Android 一个Canvas 一个View 去继承 还有一个Invalidate 方法 Invalidate 这方法干嘛呢 就是在你要重新画的时候 准备重画的时候 你就调用Invalidate 方法 它就可以是什么呢 让你的Android的重画 怎么重画呢 让它重新去调用Android 这样的一个方法 来实现一个重画效果 那么注意 这个只能在主线程中调用 它在下面还给了一个提示 如果你要在 子线程中去用的话 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 另外一种方式还没写出来 一种方式就直接调 它这个Post Invalidate 相当于就 我还记得我们之前 这个课程我们还没讲到 是在Android深入浅出里面 我讲到一步的时候 讲到一步的时候 不是有SendMessage 和Post的一个RunNable对象 这个是不是就是用到 我们Handler那些内容 对吧 那么 那么 这个就是在我们子线程中的时候 我们要用到它 这样子相当于就是 相当于发送了一个消息 一个Handler 然后一个消息对列 然后我们主线程去接收到它 然后再来刷新自己 就这样一个过程 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 我们当然我们了解它的机制 我们另外一种方式 怎么去实现 是不是就手动去实现就行了 对吧 就不过没有去封装它 那我们现在就用封装好了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就是什么呢 每过0.1秒 我都让它再去重调一下 我们的Android 所以我们就能看到 每过0.1秒 它会刷一下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还有一个事件 事件是K-down 就是我们的 如果我们的这个 按了什么样的一些按钮 做什么样的内容 我这个就是什么呢 把当前的这个view 的这个实例 它的x值和它的这个y值 分别的进行的加和减 就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x和y我是定义的 它本身没有这样一个值 这个就是跟我们下面这个值 相匹配的这些内容 看到没有 在这儿 在set它的这个的时候 我就会说xy 所以这样子大家可能就 就理解 就理解 那么这个过程 实际上就已经给大家 揭开了 揭开了我们怎么样去玩 自定义的这样的一个界面的 一点序幕 看明白了吗 好 那 要不我们先休息完 好 我们先休息完吧 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例子 如果我们大家要自己要做一个练手 我在这里 我们在课堂上做一个练习 练习就叫一个customview 我们一听这个名字 我们就很兴奋了 怎么一上来就开始自定义view了 OK customview 它当然有一个默认的activity 那么 也有一个默认的layout 事实上呢 我们来做一个举动 什么举动呢 layout 我们不用它 不要它 这个过程中 其实也就顺带的 跟大家去讲解了一下 怎么样来动态的进行我们这个事件 这些按钮的一些呈现 比方说 大家想想一想 一种原来的按实现方式 就是我们把xml定义好 对不对 然后setcustomview 那么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动态的了 那么动态怎么样去呈现呢 我们说定一个view就是了 定一个view 比方说 比方说我这里定一个button 我给它设置一下 set text sunday button 然后这时候有两种办法 按照默认的办法 大家还记不记得 就是我们要求是什么呢 我们说 这有一些讲究了 这是个window 对不对 window 它有一个 实际上window实现 是不是通过封window 对吧 我们都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那么window下面是我们的空间数 对不对 里面是我们空间数 我们刚刚也都提到了 就是我们的这个root viewroot 这个视图的这个根 根部 按照我们的这个图来看一下 按照这个图来看 根部是不是必须是一个viewgroup 应该是一个viewgroup 而不是view啊 viewgroup实际上 我之前也给大家提到过 什么是viewgroup 就是布局空间 哪些是布局空间 就这些 什么line layout 什么什么layout 这些才是我们的布局空间 对吧 当然这些空间的使用方法 我们后面会去讲解它 那么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要记住 我们现在要手 要动态的来 来显示我们的这个界面 是不是就应该动态的 去去什么呢 去给它设置好一张空间数 而且这张空间数的根 是不是应该是一个viewgroup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如果按照正常的做法 我们应该是这样子 Liner layout Liner layout 然后我们下面 也拥有了一个button 也拥有了一个button 设置好了 而且我们可以给它 设置一些属性 比方说Liner layout 我们set一下 比方说layout参数 layout参数 这个就是我们 跟我们XML的属性 都是对应的 就是比方说这样子 layout参数里头有一个 看到没有 match parent 我就让它相当于就是 全纸 扩到最大 同理 左边的是宽 右边的是高 两个都用match parent 就可以了 宽和高都让它最大化 但你也可以用warp content 就看你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这个是能量 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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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参数也是LayoutParents 本身也是一个内部类 所以没有一个LainerLayoutParents 通过这个我们就相当于 跟这个内容是一样的 定义了LainerLayout 然后设置了它的LayoutWise和LayoutHate 是什么呢 MatchParent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样的 那么下面这个是Button 我们给它Button也设置上了 那么当然我们如果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干嘛 当然我们也可以给Button 是不是设上这个LayoutParents 对吧 不基础性 或者如果不设的话就默认 默认的话就WarpContent 那么我现在就是干嘛呢 把Button加到我们的这个Fool的容器里面 我们就给它添加进去 我们就给它添加进去 AddView 这样看 这就有个AddView 那么它既然有AddView 我们刚刚不是有一个探讨 它会不会有一个FindView呢 对不对 会有FindView 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大家就要有这种 这种空间速度概念 一定要清晰 以后我们看到一个Layout 我要求在大家眼里 能够把它拆成各个子空间 在你的眼里 AddView 这个Button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试图 Layout虽然是一个 是一个继承于我们ViewGoop的 但实际上它也是继承于我们View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直接就给它 SetContent就可以了 SetContent Layout OK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这个就是我们动态的 这样的一种方式 我们这里头就没有用到 任何的XML文件 这个XML文件 你愿意你把它删掉都可以 大家看 是不是就生成了 对吧 这样的一些效果 所以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刚刚说了 这个View 我们是用的是Button 对不对 但是我们能不能 这个样子 我请问一下 我们顺便 打开一个工具 我们在这里 顺便打开一个工具 带着大家 去分析一下 打开什么工具呢 打开我们的HierarchyView 我们之前讲过的 那个层级工具 深入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界面到底是 动态深圳的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 还有HierarchyView 我们给它打开 下载一下 它的成绩关系 OK 我们看一下 我们来 从这个界面上面来看 它应该是这样 首先会有一个什么呢 会有一个Windows Phone里面的DeckView DeckView就是部署部件的意思 DeckView DeckView下面是有一个LinerLayout 这样一个View LinerLayout里面又细分了 一个叫FrameBuffer OfFrameLayout FrameLayout是谁呢 不是这 是因为我们这上面 是不是还有个Title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窗体实际上 是连这个Title也包含的 那么这个Title上面 它就上的其实是一个Frame FrameLayout FrameLayout里头就有一个文本 这个文本就是我们Title里面的文本 在Title下面也有个FrameLayout 这个FrameLayout里面有一个LinerLayout 有个LinerLayout LinerLayout下面有个Button 那么也就是说 实际上我们自以为 我们只有一个LinerLayout了 但你却会发现 实际上系统还生成了这么多 而我们的LinerLayout在哪 是不是就是它 这个能理解吧 这个就是我们的LinerLayout 那好 现在我们猜一下 我们既然说 既然说到我们的这个层级关系 顺便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是DeckView 我们很好奇 为什么它都用DeckView 做我们真正的YouTubeView了 打开原代码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DeckView 看我们的Window下面会嵌了这么多的View 不能去管理 Action呢又去管理我们的Window 这样的一个活动 所以大家再次又回顾了我们他们三者之间的这个关系 我们进入到我们的FullWindow 我们知道FullWindow是我们对Window的一个实现 就这儿就这儿就有我们的DeckView 搜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DeckView 我们一看这个 原来DeckView就是个FumLayout FumLayout 事实上就是 就是一个元素的这样一个Layout 所以我们就知道 所以我们就知道DeckView原来也是一个FumLayout 也是个View而已 这样就很清楚了 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 那么下面 我再来做一个设置 做来做一个改变 我不要他了 他也我也不要 请问这样可以吗 猜一下 请问这样可不可以 我直接把Button SetContentView 但是要记住一个原则 我们说了 我们的RootView 是不是必须得是一个ViewGroove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可不可以 事实证明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是不是犯了一些小错 我们给他设置他的这些属性 对不对 这里给他也设置一下 set 它是默认的属性 我刚刚说错了 默认的不是WarpContent 默认的是FillParent 对不对 嗯 我看没有有这个属性,还是只有没有Groove才有。 我看不见他。 我直接给它设一个值 比方说200DP 直接设设值就行了 设计有单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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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绑